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疯 8月已过去一半 中国洪水灾情依然严重 从2024年8月8日开始 险西省延安市遭遇新一轮的大暴雨襲击 而延安一向被中共称为中国的胜地 这次大洪水冲击延安及周边的地区 对中共来说似乎是不祥之笑 这个影片显示是 8月8日当日险西省榆林市 一个农家小苑遭遇洪水的场景 之前一天一直下雨 但地上的积水不多 过了一阵 洪水突然很快就淹没了小苑 应该是当地的水库洩洪导致的 因为它是几次的水库洪导致的 这个水库洪洪导致的 是他们在外出的水库洪导致的 一块是在外面的水库洪导致的 是随着的水库洪导致的 这就是一个农家的水库洪导致的 这就是农家的水库洪导致的 用石炮出的水库洪导致的 是在散泥水库洪导致的 2024年8月8日晚8點至9日早上5點,陝西省延安市 致丹縣遭遇大暴雨,而且最大降雨量突破歷史的極寂,達到179.1毫米。 當地受災嚴重,城旺廟寇受災嚴重,還傳出有大巴翅被衝垮,而且有大量汽車被洪水沖走,被塞在溝口。 這個影片顯示,很多汽車被洪水沖走,堆疊成一片,好像孤島,場面驚人。 有民眾說,當日大雨下得又急又猛,泥土和積水有2米高。 這個影片是,只但晚上大暴雨,讓百姓驚呼太可怕。 翌日早上,很多汽車都浸在泥漿內。 9日當日,據死裡逃生的城旺廟溝災民披露說, 8月晚上城旺廟溝,所有的一樓都被洪水浸了,還有不少房被沖毀,很多人都來不及逃生。 而獲救的百姓,都在移樓以上的人。當地災民說,第一趟洪水,在8日晚上12點左右,第二趟洪水,在9日凌晨2至3點。 主要是大家都睡了,洪水來得又太急,肯定是跑不得及。沒辦法,門面防受損嚴重。 這個影片反映是,2024年8月9日,聖王廟溝在暴雨後的場景。 影片應該是一個母親,帶著小孩子出途時拍的。 女的說走走走,帶著蛙背上,背上,快點,沒事,趕快背上,快點,現在顧不上那麼多了。 知不知道,我們現在能逃出來就不錯了。 這兩個影片顯示,洪水退去的場景,可以看到防止一片狼藉。 2024年8月9日,X平台網友,瓦地魯紐發文說, 又是撤不及防的洪水,一片狼藉,損失慘重。 中國不斷地發生這類災難事故,既有暴雨、洪水等原因, 亦有對自然界的侵犯太多。 沒有讓行洪留下足夠的場地和空間, 在不應該建築的地方收建築。 最明顯的就是,將湖泊周圍的濕地填埋,蠶食。 叫洪水無處可去,自然就引發了洪水。 然後就是政府躺平不作為,任由災害是虐,運中,聽天由命。 這個影片,洪水逐漸退去的場景,街上一片狼藉, 可以看到洪水曾經淹沒了一樓。 自登原當地民眾說,救援基本都是靠民間。 從外地趕來的很多愛心人士, 街道衝冊全部都是靠這些愛心人士衝洗的。 他們拿著大卡車清理於泥。 而當地政府基本癱瘓,只是封鎖消息。 然後還派出警察,禁止百姓靠近城王廟溝受災的地方。 只要民眾拿手機拍影片,就會被警察制止。 據中共官媒報導,當地只有一個人死, 並轉移了5,600人。 其中城王廟溝上住人口770多戶,2,200多人。 城王廟溝災民說,當地政府要求這些災民拿身份證做登記, 叫人吃鏡的是,現在只有600多名災民登記。 城王廟溝,原來的上住人口有2,200多人。 那麼這1,500人去了哪裡呢? 與此同時,中國南方湖南的洪水也很嚴重。 就像是說,我們可以抵襲。 人間有五、兩、一、一、一、十、五、一、十、五、三… 在繼續縱利 без人往外壘溝下。 8月14日,湖南、深州市、永州市、駐州市、 惠化市和邵陽市都發佈山豪預警。 2024年8月以來,中國多地都下暴雨。 這是8月12日河北省唐山市街頭下雨的場景。 8月13日,遼寧省大連市終於強降雨,開車就好像行雪。 8月8日至12日,內蒙古赤峰市有大部分地區 都出現了強降雨,其中包括半支箭河、石帕河 和英金河在內的河流都出現了暴漲, 導致沿河的大面積農田被浸。 中國多地爆發洪水,其中很多受災地區 都是當地水庫試控導致的災情更嚴重。 但在大災大難面前,卻很少看到 中國政府官員來看望受災的百姓。 2024年8月1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 到湖南省深州市慰問這些受災的百姓。 這也是中國今年夏季發生一連串的災難以來, 到災區視察的級別最高的中共官員 從影片截圖顯示,李強和藝岳峰等人 都穿著黑色皮鴨,如果真想瞭解災情 應該穿的是雨鞋線按摩。 雖然是官員作秀,但除了李強 也很少聽到其他中國告官到災區去看看 百姓只好自己面對最後的家園。 這個影片顯示,大洪水過後, 人們清理被淹淹過的屋。 藍的,一場無情的大水過後, 屋內留下的全部是大泥。 這幾個沙發,還好,還沒有沖泡。 其他東西早已經不在了, 看一看這裡,家人做什麼呢? 即使百姓在虎蘭中掙扎流淚, 但中國政府仍然熱衷於擺拍。 就是拍一些百姓感謝救災士兵的畫面。 這個影片拍於2023年8月8日, 說是吉林省蘇蘭市的百姓 在脫離洪水危險後, 包了一萬多個餃子給官兵吃。 畫面替此貌似感人。 問題是,大洪水一來, 家住平房的村民,家裡一般都會被洪水浸了。 災民自己能不能吃飽,都值得懷疑。 他們哪有這些乾淨的白麵、 肉菜和工具包狗子呢? 2024年7月,湖南洪水非常嚴重。 8月份傳出消息說, 湖南的災民在洪水中,得以幸存。 但中國政府的救援物資, 卻沒有及時發放,導致一些災民餓死。 2023年12月18日, 甘肅省臨下市積石山發生6.2級地震。 當地農民的房紛紛倒塌, 傷亡嚴重。 很多災民住在帳篷裡, 缺乏救援物資,飢渴膠壁。 2023年12月23日, X平台網友真相傳媒發文說, 中共紅十字會, 援助袈裟1,500萬美元, 折合人民幣約1.1億人民幣, 禁肅地震救災, 中共紅十字會, 緊急撥款救災資金200萬元人民幣, 其中工作人員補貼, 住宿費,管理費, 交通費190萬元, 震災費用10萬元, 一人一爆方便面, 一爆方便面。 對災民來說, 真是太微不足了。 更叫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 在地震發生後15小時, 中共政府就宣布, 救援工作基本結束。 在中共官方播放的救援直播視頻中, 可以看到, 參與營救的禁肅消防部門、救援人員幾乎沒有帶來大型的救援工具, 也沒有展示、攜帶生命、探測儀等急需的救援設施。 很多影片鏡頭顯示, 救援人員只是用手和鐵鏟等最原始的方式, 在廢墟上搬雜物。 在救人的黃金時間內, 救援人員並沒有救人, 而是做清理工作、搭帳篷等。 視頻中的三隻手救犬, 也沒有在廢墟上手救人, 而是躺在廢墟旁邊, 一個手救犬的主人, 甚至還在挖手機。 2023年12月20日, 就是當局發布停止救援的當日, 甘肅省應急聽, 臨下積石山地震社會救援協調機制發消息稱, 現場救援力量充足, 外省市救援隊伍請勿自行前往, 也就是拒絕民間救援隊伍。 對此, 視頻人鍾元向海外中文媒體表示, 中共承認死亡一百多人, 恐怕沒有人相信, 但短時間內已經承認一百多人死亡。 說明災情十分嚴重。 他說,中共為了掩蓋真實的災情, 不讓民間救援隊進入, 叫許多生命失去了得救的機會。 中原說, 甘肅地震只有幾百個軍人到現場救災, 軍隊也只是出動了一架直升機和一架運20, 都是為了黨會現場擺拍。 他指出,房屋倒塌後, 不知多少人被賣。 24小時或72小時, 黃金救援時間非常寶貴。 但是,中共並沒有將精力用在救人上, 運送的物資也極其有限, 包括中共高層的批示都在做樣子。 此外,也有知情人提供, 甘肅省和十字會贈災物資採購費用清單, 顯示官方採購一個暖手湖500元。 網上基本在幾十或一百多元之間, 官方採購一個12平方米帳篷,要2,200元。 網上一頂防風防雨三層加棉帳篷是529元等等。 爆料人說,幾乎採購的每個物資都比市場價格高很多, 幾乎每件商品的價格都是整數, 而且大眾商品的採購應該低於市場價。 討價還價後,如果每件商品能優惠一塊錢, 總體下來就能節省幾萬元。 該爆料人表示,1626萬元的採購費, 當局輕輕鬆鬆繳走162萬元的管理費。 舉國關注下,還有少不了一些親火打劫的注重。 真是不怕寒了老百姓的心嗎? 即使這樣,中國政府還要在宣傳中, 展示老百姓如何感謝政府、感謝黨。 對此,清華大學秦輝教授,在2020年的一段話中,引發人們的關注。 正因為救災是政府最基本的責任, 所以在全世界,你很少看到老百姓感謝政府救災。 你只能聽到老百姓埋怨政府,救災不力。 埋怨政府救災救得不救。 從來沒有人認為,政府救災,我們應該感謝。 秦輝教授說, 如果你連救災都不夠,還佩當政府嗎? 你可以不管教育,不管衛生,不管養老, 甚至有一派人主張你可以不管。 但是,有誰會主張你連救災都可以不管呢? 哪怕你對政府規定的責任再少,你也是必須要管的。 你既然是必須要管的,這樣你做了,我們就要感謝你嗎? 如果你不做,或者你做得不夠, 我們就要對你進行問責。 但是我們知道,有一些國家,你就是特別會感到。 一旦遇到自然災害老百姓,就要感謝政府。 哎呀,政府的恩情實在太大了。 如果不是政府的救災,我們早就死了。 看這樣的言論,會大量出現。 尤其是同一個災害在不同體制下發生時, 你的對比就太鮮明了。 這番話也確實講到中國政府的問題所在。 中國官員對百姓究竟是怎樣的心態呢? 下面這個影片可以體現出幾分。 2023年6月6日,中國大陸社媒熱傳一段影片。 據網友爆料說,事發地點在湖南省長沙市, 疑似一群公職人員在一個標示 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的牌前邊,拍政治宣傳片。 一名男子,站在前方疑似在宣講所謂的感言。 其他官員,聽到一切依靠人民的時候,集體笑場。 有網友從影片中,建築風格判斷。 影片拍攝地點應該是長沙市博物館內, 所謂中共商區委員會,舊子企毛澤東,楊開為故居。 南哥說,就是一切為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哈哈笑場了。 網友紛紛留言說,原來他們也覺得這個口號搞笑啊。 唉,他們自己都不信。 有人說,將為人民服務,當笑話的人正在為人民服務。 也有人感慨,歡笑致勝,唯有人笑不出來。 還有人指出,自己騙自己能不好笑嗎?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裡。請你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